7月16日,法广在评论节目中援引海外政论人士的观点 认为中共目前比经济危局更可怕的是人心尽失 已经到了国际国内逢共必反的地步 7月初,习近平在北京搞了一场最高级别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分析人士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希望继续把经济蛋糕做大 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维持在7%左右 但经济学家们认为,从政治体制环境到实际资料的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政华入中等收入陷阱,别说7%,6%的可能性都没有 另外,中共将中国问题所定为经济问题 一贯以为只要百姓有范师,就说明他们治理成功 就有权力合法性的做法已经行不通,越来越没市场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退休工人群体罕见的到中南海 抗议中共上海当局以退休金双轨制并不为改革为名 继续拉大公务员与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差距 事件发生在工人退休金被提高之后 分析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工人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在面包 已经提升到不被歧视的尊严 有钱人的加速逃离,对中共统治也构成巨大威胁 有统计显示,2015年等候美国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人暴增三倍 而且,美国这类签证申请者的人数中,中国人占了90% 分析认为,这表明中国富豪们虽然不敢公开批评中共,但他们在用脚投票,加速逃离共产党治下的中国 习近平不能靠长久反腐获取民心 媒体人陈小平在接受法广的采访中分析,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政治腐败加警察国家,让老百姓既痛恨又无能为力 习近平这些领导人上台后,通过反腐确实在短期内获取了民心 另外,习近平这届政局也曾让人耳目一新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被认为,具有市场化方向的中国经济改革蓝图 四中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 但陈小平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市场化改革方面已经被中共权贵颠覆 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死前的《与习近平老弟商榷》系列文章中,也有类似看法 他在文中指出中共已丧尽人心,百姓不会给习近平太多时间 罗宇分析说,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没人 整个官僚队伍中,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拥护反腐的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步有志的民主化 这是从实人心的唯一机会,关键在于习近平有没有这个决心 罗宇认为,中共在得了天下之后,就逐步丧失了人心 到今天,已人心丧尽 邓小平虽搞了改革开放,但他在六四屠杀学生,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江泽民留给历史的就是贪腐大王以及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 有分析认为,在美国众院全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共火体摘取法轮功信仰者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后 中共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正面临局势的追究 罗宇多次公开向习近平发文喊话 他认为习近平主动走自由民主之路是最佳选择,也是中华民族之福 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少,人民也最少受苦 此外,近期与中共经济交往相对密切的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家相继发生混乱 外界认为对习近平的经济外交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继续寄希望于经济发展来缓解中共统治危机 以不可能,中共可以说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只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当朝大学士,同工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 六部上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 看看这七个人吧 哪个不是两天翻白 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朕是痛心疾首 朕有罪以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 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 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 你们就那么干净吗 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 朕劝你们一句 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 晒一晒,洗一洗,知道是到 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 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 就是在这前清宫 咱们这烂一点 大清国就烂一片 你们要是全烂了 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 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想想想吧 崇祯皇帝朱友简 吊死在眉山上才几年呢 忘了 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边 天天地盯着你们呢 将来想去 只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 说说容易呀 身体力行 又何其难 中共十九大将近 高层人事布局也密集展开 习近平当局已出台跨越十九大的纲要 废除了中共七上八下的规则 为打虎干将王岐山留任创造了条件 据中共十九大开罗尚有十五个月 但中共各派系卡未占早已于无声处机娘进行中 习近平当局近期撤换了中共青海 江西 山西 江苏等四省省委书记 交派三名地方大员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 山西省委书记王如林被免职 转任中共人大显职 同时 习近平的修部 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仅五个月的刘齐出任江西代省长 至此 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老家江西全部失守 习近平再拿架一声 有评论称 上述人士调整是习近平为十九大的布局 从年龄看 多数新任者可以过渡到十九大 人士安排相信是十九大的重中之重 作为习近平的最重要打虎搭档王岐山 由于到中共十九大时 已经超过六十八岁 正好属于中共规定的七上八下的八下的范围 王岐山能否留任至今仍是个谜 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6月号报道称 中共的七上八下规则的这个户籍商人的怪胎 早在前年十二月就被废除 中组部在习近平受益之下 2014年12月就下发了 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简称纲要 注意 纲要是横跨2017年十九大的 纲要明确提出 不简单以年龄划线 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地减合 一刀切 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平时调整的年龄界限 报道称 既然刚要早已翻发 十九大赵章办事不就得了 同时 习近平当局2015年7月 再次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 是行 第五条规定 中共官员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 却因工作需要而延迟免职的 应当按照官员管理许可权 由党委 党组研究提出意见 报上一级党组织同意 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当局出台的这两个规定 为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连任扫清了障碍 消息人士向外透露 因王岐山在反腐工作上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习近平已经向王表明了十九大将破格请他延任的部署 港媒曾报道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 曾有一百多名高层官员联名请愿 主张王岐山应在十九大上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 要求当局将正义要求作为正式议题进行讨论 大陆神秘微博账号 反腐动态A日前接连发表敏感贴文 配图江泽民照片 暗示江泽民集团政变罪行 直接映射江泽民将成为铁帽子王中下场最惨的一个 敏感言论引网络惊呼 老王吹冲锋号了吗 终极PK乐妈 网民表示 公开抓捕江泽民或为期不远 7月7日 新浪微博账号反腐动态A发表贴文 那些自八九年后经营起来的铁帽子王 显然不会甘愿放弃既得利益 他们要努力维系过往九龙治水的局面 以鼓鼓延续自身集团利益 在这种形势下 如果不能挖掘出其背后的主持者 反腐就不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中国新政就不可能推开 不到半小时 新浪微博账号反腐动态A在发表贴文 由于敦尔滚生贤大权独揽 交纵奥衡 对其他人无情压制 最后遭到了清算 被追论为逆谋大罪 需去铁帽子王 处除宗室 即没所有家产 人口全部入关 他的正白旗也被收归皇帝所有 而且被挖坟绝木 坟骨杨徽 堪称铁帽子王中下场最惨的一个 上述贴文中 1989年后经营起来的铁帽子王 背后的主持者等言论 以及直接配图江泽民的照片 直接指向江泽民 并映射其将成为铁帽子王中下场最惨的一个 微博账号反腐动态A自我介绍称 毕业于陕西省团校 公司为反腐动态新媒体运营办公室 反腐动态A在7月7日的一则贴文中称 正在申请微博认证 认证信息为反腐动态新媒体运营办公室编辑 反腐动态A的大胆敏感贴文 引网民为官 热议 网民跟贴映射江泽民 纷纷表示 配图有深意 27年的账本拿出来了 89获利者 危害极大 坚决清除 泰哥发出来 估计那谁快差不多了 赶紧公布 这是向腐败集团发起最后一账的喜闻 罪有应得 天理昭昭 疏而不漏 练权 干政 纵容下属贪腐 把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全面摧毁 难辞其责 另外 7月6日 反腐动态A发表贴文 比较当年雍正一举粉碎了铁帽子王政变 挖出幕后黑手 清除了障碍 而使新正最终得行 看看今日举步维艰的反腐 显见中国要想根本扭转局势 异常与权贵集团的压倒性胜利的决战事所难免 否则新正将无从盘起 九龙治水乱渠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7月6日17点01分 反腐动态A发表贴文 反腐不封顶也绝不三把火 反腐败斗争 就是要打破所谓行不上戴府的潜规则 打破单书铁券和铁帽子王的神话 反腐研究研再无禁区 无上限 否则 自身硬就是一句空话 拔出萝卜 带出泥并不足为奇 顺藤摸瓜 揪出大老虎也具有必然性 贴文以铁帽子王政变影射江泽民集团的政变罪行 直言顺藤摸瓜 揪出大老虎具有必然性 影射打虎江泽民 网民跟贴称 博徐郭周令上面就剩云山 得江 高一 红红和哈哈了 什么情况 老王吹冲锋号了吗 终极PK乐吗 看来权力的游戏明年会是最终一季了 布下天网 一网打尽算了 此前 6月28日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中共问责条例 问责条例特别点出了要严肃追究责任的三种情形 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 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 区分了要追究的三种责任 既追究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 又追究领导责任 有消息称 习近平在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 还有诸多惊人之语 包括领导干部的不甘不敬 直接导致了党面临诸多勾勾侃 7月1日 中共成立95周年 习近平当天发表讲话 在长篇讲话词汇中 一些强硬反腐言论释放的信号令人关注 习说 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 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 时政评论员谢天奇分析 江泽民利用中共国家政权发起迫害法轮功 活摘器官 导致中国全面的道德 法治 政治 经济危机 还内外法轮功学员及正义人士 十几年来持续呼吁停止迫害 法弹江泽民 这一反人类罪行被清算之时 中共解体也将无可避免 江泽民发起的迫害法轮功 活摘器官罪行 正被国际聚焦 谴责 以令中共垮牌危机迫在眉睫 问责条例列出追责的三种情形 即要追究的三种责任 可谓为江泽民量身定做 谢天奇表示 习近平7月1日的反腐及网党危机言论 与政治局会议上的狠话相呼应 这些言论要彻底落到实处 未有法办江泽民 清算国摘器官罪行 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13日通过343决议案后 北京时间6月16日凌晨 有消息称 江泽民6月10日凌晨四时徐 已经被武警部队带离其住所 在被带到北京军区机关后 将被陆军军官接走 目前下落不清楚 此次行动绝密 命令是中央军委方面发出 近期 江泽民父子被软禁的消息不绝于耳 6月6日 有消息人士披露 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已被软禁 在上海郊外谋秘密地点等 港媒消息称 中纪委在5月14日已证实约谈江绵恒 要他交代个人及家属在境外的财产等情况 上海维权律师正恩重早在3月底透露 江泽民父子已被内控 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习和新后 十九大入场的人选也备受各界关注 据海外媒体爆出的多份名单中 习近平的重臣 县中办主任立战书全部都在列 被外界认为是大热门 还有消息披露 习近平的另一位得力助手丁薛祥 或将成为中办的继任人选 2012年 立战书接替令计划升任中南海大内总管后 清洗中办系统 操刀党内法规工作 还出任由习近平任主席的国安委办公室主任 并多次在党报等刊物上大胆反腐和组织人士 立战书不仅是公开提出习核心的第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又在六中全会后 已有威劲 影响 经验等三 最评价习近平 力挺习核心 路透社曾在10月2日引述 与北京高层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披露 习近平的亲信中 中办主任李战书和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十九大入场希望最大 10月3日 来自有可能接近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著名微信公号学习小组的人 也曾在微博上发出一份只有姓氏的十九大常委人士布局的名单 习 李 王 胡 汪 力 王 但4日该账户遭到微博清空 根据这份名单 外界猜测依此英为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吴春华 汪洋 栗战书 王沪宁 而据中国观察统计 除了上述的两个分析版本 此前还有媒体爆出过六份入场相关名单 而李战书是这八个版本名单中唯一全部被列入的 因而被外界认为是板上钉钉的必然入场者 外界还有传言 李战书将会接管江派常委刘云山的文宣系统工作 已终结十八大后 江系不断利用文宣系统对习近平搅局的状况 而对于栗战书的继任者 外参报道称习近平让丁薛祥出任中办主任的想法由来已久 九年前 习近平由浙江省委书记调任上海市委书记时 丁薛祥就是时任的上海市委秘书长 此前有外媒称 虽然丁薛祥只辅佐了习近平半年 但他的低调 务实和工作能力赢得了习的信任 2013年5月 丁薛祥被调到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兼习近平办公室主任 报道称 2016年3月3日 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的主席台上 丁薛祥尤其引人注目 这是他第一次以中办常务副主任的身份 和其他副国级领导人一道坐在如此高规格的主席台上 南华早报的报道称 当时丁薛祥和坐在他旁边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有不少讨论 散会后 习近平离席走向出口时 丁薛祥周围的许多官员都主动伸手与丁握手 报道认为 这次主席台上的握手意味深长 而且多个渠道的消息均指出 丁薛祥入场后 丁薛祥将接替丁薛祥出任中办主任 从而成为政治局热门人选 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 洗一洗 知道是到 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 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 就是在这前清宫 咱们这烂一点 大清国就烂一片 你们要是全烂了 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 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想想想吧 崇祯皇帝朱有俭 吊死在眉山上才几年呢 忘了 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面 天天地盯着你们呢 将来想去 只有四个字 他的冲击 继续寄希望于经济发展来 缓解中共统治危机已不可能 中共可以说已经到了内外交困 只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当朝大学士 统公有五位 朕不得不罢于四位 六部上书 朕不得不罢免三位 看看这七个人吧 哪个不是两平般白 他们烂了 朕心要碎了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 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朕是痛心疾首 朕有罪于国家 愧对祖宗 愧对天地 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 还有你们 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 你们就那么干净吗 朕知道 你们有的人 比这七个人更腐败 朕劝你一句 人的加速逃离 对中共统治也构成巨大威胁 有统计显示 2015年等候美国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人暴增三倍 而且 美国这类签证申请者的人数中 中国人占了90% 分析认为 这表明中国富豪们虽然不敢公开批评中共 但他们在用脚投票 加速逃离共产党治下的中国 习近平不能靠长久反腐获取民心 媒体人陈小平在接受法广的采访中分析 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政治腐败加警察国家 让老百姓既痛恨又无能为力 习近平这些领导人上台后 通过反腐确实在短期内获取了民心 另外 习近平这届政局也曾让人耳目一新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被认为 具有市场化方向的中国经济改革蓝图 自终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 但陈小平认为 现在的情况是 市场化改革方面已经被中共权贵颠覆 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 此前的《与习近平老弟商榷》系列文章中 也有类似看法 他在文中指出中共已丧尽人心 百姓不会给习近平太多时间 罗宇分析说 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没人 整个官僚队伍中 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拥护反腐的 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步有志的民主化 这是从持人心的唯一机会 关键在于习近平有没有这个决心 罗宇认为 中共在得了天下之后 就逐步丧失了人心 到今天 以人心丧尽 邓小平虽搞了改革开放 但他在六四屠杀学生 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江泽民留给历史的就是贪腐大王 以及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 有分析认为 在美国众院全票通过决议 谴责中共火体摘取法轮功信仰者 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后 中共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正面临局势的追究 罗宇多次公开向习近平发文喊话 他认为习近平主动走自由民主之路 是最佳选择 也是中华民族之福 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少 人民也最少受苦 此外 近期与中共经济交往相对密切的英国 法国 土耳其等国家相继发生混乱 外界认为对习近平的经济外交也会造成巨大 7月16日 法广在评论节目中援引海外政论人士的观点 认为中共目前比经济危局更可怕的是 人心尽失 已经到了国际国内逢供必反的地步 7月初 习近平在北京搞了一场最高级别的经济形式专家座谈会 分析人士认为 会议的目的是希望继续把经济蛋糕做大 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维持在7%左右 但经济学家们认为 从政治体制环境到实际资料的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振华入中等收入陷阱 别说7% 6%的可能性都没有 另外 中共将中国问题所定为经济问题 一贯以为只要百姓有饭师 就说明他们治理成功 就有权力合法性的做法已经行不通 越来越没市场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退休工人群体罕见的 到中南海抗议中共上海当局以退休金双轨制 并为改革为名 继续拉大公务员与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差距 事件发生在工人退休金被提高之后 分析认为 这反映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已经不再局限在面包 已经提升到不被歧视的尊严 有钱人